杂乱无章的桌面上 到处都是食物残渣 可摘腾姨子却十分享受 这悠哉又百无聊赖的废柴时光 饭后一支烟 晒过活神仙 姨子挠一挠满身肥镖 继续带小外甥肆意打游戏 可是本就因离婚 攒了一肚子火的二三子 便不买寄生虫姐姐的账 不断地指责妈妈 太孤单 太孤单一子 才让她整日混吃等死一事无成 二三子一把抱起儿子 关上了电视机 姨子看着临时所剩无几 才准备动身充实补给 这么晚了 不许去超市买吃的 姨子无视妈妈的警告 在便利店中挑选着 喜欢的垃圾食品 就在姨子结算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 店中的招工启事 而姨子便没有 把这张卖纸命放在心上 真正让姨子神魂颠倒的 却是回家路上 那个拳击馆中奋力出击的男人 饱满的荷尔蒙 让困兽的姨子 十分紧张又向往 当男人走出来 看到姨子的那一瞬间 姨子如同惊弓之鸟 迅速逃离 穿着睡衣的姨子 一起床就只奔餐桌 妈妈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提醒姨子要去看牙医 而这事无俊息的照顾 瞬间引起了二三子的不满 要我说你这种人 就算爸妈死了 也是无动于衷 藏起来的猪 面对妹妹的漫马 姨子不满地砸了东西 而二三子早就不爽了 一个巴掌 打在了姨子的后脑勺 又顺势拿起凡戒酱 挤在姨子的头上 瞬间 姨子全能量爆发 掀翻桌子 与二三子扭打在一起 姨子看着身宽体胖 但根本就不是二三子的对手 彻底失去尊严后 姨子打算练起炉灶 一人生活 就凭你 靠自己能过吗 二三子的嘲讽 让姨子决定背水一战 可出门不利的姨子 直接跌了一个狗吃屎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姨子只能摸着石头 蹚起混合 穿着睡衣的姨子 成功找到了出租屋 火速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离开了不被认可的家 为了解决生计 她来到便利店应聘 听着面试者的碎碎念 姨子的内心没有半点波澜 她只想要安身立面给家人看 回出租屋的路上 她再次看到了打拳击的男人 姨子也不知道 是什么再次吸引她驻足观望 人蠢话不多的姨子 还在尝试着 熟悉收捆机的使用方法 画牢一般的野间 自来熟地与姨子喷弹 面对姨子 她甚至有些垂涎三尺 毕竟离婚许久 没有女色可敬的野间 现下正如狼似火的盘点猎物 而送上门的姨子 是她最好的盘中餐 到了晚间的休息时间 姨子看到一个混搭风的老女人 急匆匆地前来 顺走过期地吵吾东 在野间的嘴里 姨子才知道 池内是以前的收银员 因为偷了店里的钱 而被炒了忧郁 姨子如同惊喜一般 对于野间后来的话 充而不闻 欢迎光临 姨子一抬头 简直是如木穿风 那个熟悉的脸孔 印入眼帘时 姨子的内心 雀跃又慌乱 六把香蕉 六百块 收款一千元的姨子 手足无措中 少找到寿野一百日元 姨子从收银台中 又拿到一百元 递到寿野手中 但让姨子意想不到的是 寿野竟然将一百日元 放在了店里的储蓄罐中 不仅如此 寿野还忘了自己买的香蕉 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寿野是店里有名的香蕉男 每次都是这样 姨子不明白寿野的怪癖 晚间下班时 来到拳击馆 送上的香蕉和一百日元 这是你忘的东西 姨子十分卑微地 将东西交到了寿野手中 本想离开的姨子 又被寿野的寒暄 牵制住的脚步 下次一起出去吧 母胎单身的姨子 不了解男人的套路 但还是在男神的邀请下 一口硬核下来 姨子用不安 掩饰着自己的激动 但心中的瘸腿路 已经是壮了又壮 看着心刀店的性感内衣 姨子毫不犹豫入手一套 对着镜子顾影自怜 瞬间 有了那么一点 奇特的女人味 姨子羞涩地与寿野约会 而寿野是不解风情的那种人 只是自顾自地 看着大猩猩和狮子 为什么是我 姨子不自信地问寿野 选择自己的理由 寿野的坦诚中 可以忽略了姨子的自尊 我觉得你不会拒绝 姨子有些失望 但仍旧是跟随着兽野的脚步 他听见兽野说 自己的手臂有些疼 可他仍旧只是静默地听着 没有任何表示 野间开始向姨子发起攻势 看着野间摇尾起怜的样子 姨子直接选择无视 就在此时 兽野再次来买香蕉 不过这一次忘记带钱的兽野 用拳击比赛的入场券 当作抵押后 依旧没有带走香蕉 只身离开 而这入场券可算是荡起的姨子 内心的重重连衣 野间趁热打铁邀请姨子同去观看 姨子没有了拒绝的余地 拳击场上精准出拳的兽野 原本占了上风 但是没几下就被对方反击 兽野失去的主导权 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野间的诋毁 并没有让姨子看清兽野 反倒是十分热衷于最后竞争双方 互相拍肩鼓劲的一瞬间 这让姨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三人在比赛结束后一起约饭 野间趁着姨子去卫生间的档口宣示主权 而认为姨子脚踩两只船的兽野 痛扁了野间一下后愤愤离去 独生一人又醉酒的姨子瞬间扬入虎口 成为了野间的饭后餐 野间面对姨子的身体 如同一头撕咬又露的恶狼 清醒的姨子慌乱地抵抗野间的上下棋手 但野间的一拳瞬间让姨子陷入了昏迷 时身后的姨子趁着野间昏睡好梦时 拨打了报警电话 疼痛难忍的姨子夸着碎步挪回了家 再回到店里 才知道野间偷了店里许多钱挥霍 正在被警方击拿 恶有恶报 混沌的姨子已经重新投入到了死水般的生活 但是侥幸之心 还是让姨子来到了拳击店寻找兽野 可无巧不成书 兽野已经退役不再打比赛 但看了拳击比赛的姨子 如同着了魔一般 开始在拳击馆中零基础参训 姨子没有任何天赋 却十分执着 姨子没想到在见兽野时 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在便利店的柜台上留下一滩呕吐物 店员合力将兽野扔到了垃圾堆上 姨子下班时 天宫下着稀哩哩的碎雨滴 无奈的姨子将兽野带回了家 为什么把我捡回来 兽野并不灵情 他还耿耿于怀野间的话 姨子急切地解释自己与野间的关系 但又不安地躲开了兽野刀人的眼神 姨子从不间断地在青木俱乐部练拳击 而淋雨的兽野将感冒传染给了姨子 回到家的姨子直接倒在了地板上 兽野化身家庭妇男悉心照料姨子 两人水到渠成的牵纳了彼此 就在姨子以为自己可以有所归宿时 兽野却跟着卖豆腐的女人跑了 姨子仓促的爱情被动地落下的帷幕 但姨子不明白兽野为什么移情别恋 他守在路口看着兽野拉着豆腐车 后边跟着搔手弄滋的豆腐老板娘 姨子不知道 兽野看到他刻苦地投身于拳击锻 自己的内心如同被拳拳暴击一般 他腿堂的人生里容不下一心半点的进去 姨子在拳击中找到了久违的信念感 无论是在便利店打工的空闲时间 还是在家中对着镜子不断躲闪 自由的姨子不断地收获着从未有过的快感 成功瘦身的姨子脱胎换骨一般 在姨子的软磨硬抛下 俱乐部的老板终于给了姨子拳击测试的机会 只有通过测试 姨子才能如愿以偿地去打比赛 俱乐部老板不明白 为什么32岁的姨子要像那些男人一样 在拳击比赛上寻找生命的突破口 测试合格的姨子不停地沉默老板 却换来老板一次又一次地拒绝 而姨子的一肚子委屈 全都发泄在了遗址气室的同事身上 同事将过去的食物放在垃圾袋中 指挥姨子就这样送给池内 对于那个小偷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面对同事的无理取闹 姨子有些无法忍受 三下五除二的用拳头打消到同事的嚣张气焰 但自己也理所应当地丢了工作 姨子爸爸来到出租屋内 恳请姨子回到家中的便当店帮忙 爸爸对于姨子的改变很是吃惊 那个不学无数的女儿竟然没有沦落街头 反而还有了一点起色 拳击啊趁年轻多尝试挺好 二三子依旧对姨子指手画脚 就连简单的摆盘 也要生气凌人地指使姨子做到尽善尽美 而姨子却已经改头换面 甚至还教小外甥练起的防身术 姨子的好运来了 他可以作为替补队员参加比赛 姨子的心瞬间欢心鼓舞得 如同腾龙武士一般 或许是前缘未断 兽爷无意中出现在的便当店门口 一看是姨子 兽爷撒腿就跑 而姨子在后面猛追不舍 场以上 两人的对话依旧是简单而又耶人 我周日比赛 我不喜欢看到努力拼命的人 即便兽爷看似潇洒 但还是如约出现在观众席上 姨子作为一个新手小白 要与长生冠军对抗谈何容易 姨子上场后就保持着被打的姿态 但姨子一次又一次地站了起来 中场休息时 姨子的口中满是鲜血 教练告诉姨子 如果再不出手上分 马上就会输掉比赛 终于姨子反手出击 可是下一秒就被打得更惨 姨子倒在地上 那一瞬间 她看到了与妹妹拳脚相交的画面 也看到了被野间凌辱的片段 姨子不想一次又一次地输下去 她要站起来 所有人都在鼓励姨子站起来 迷离中 姨子看到兽爷也大喊站起来 终于姨子获得了神的眷顾 不 那是姨子身体内的坚韧复活 已经输了比赛的姨子坐在拳击台的角落 随后又跌跌撞撞 如同蹒跚学步的孩童一般 跑到对手身边 与之相拥拍肩 姨子用自己的痛苦与重生 换来了所有人的尊重 只身一人的兽爷 等到了被打成鼻青脸肘的姨子 姨子哭成了泪人 说自己只是想赢一次 慕色似合 前因后果暗自丛生 兽爷不知该如何安慰姨子 只是僵硬地拉着他的手去吃晚饭 生活本就混沌难解 可你要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不竭地救自己 与人生的万千水火 生命只有一次 浑浑噩噩地浪费时间是常态 但同风直上的那一瞬间 才是生而为人的真谛